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利用DFT对模拟信号做频谱分析 把这个 怎样利用DFT 对这个模拟信号 的复略变化 XAJ Omega 就是XAT 这个模拟信号 它的复略变化XAJ Omega 怎么样利用DFT来逼近它 就是序列的复略变化 序列的DFT 有现场序列XM 它的DFT XK 怎么样来 用这个XM来逼近XAT XK来逼近XAJ Omega 这么一个 逼近过程 就近视的一个过程介绍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介绍 这个利用DFT计算连续时间信号 就是说 它的频谱 可能出现了几个问题 介绍一下 那么第一个问题 就频率响应 它的混跌失真 以及参数的选择问题 我们说利用DFT 对模拟信号的频谱分析 做近视逼近 那么我们首先要对 10亿对它进行等间隔抽样 对10亿等间隔抽样 然后呢 对于 非周期信号 我们要对它进行阶段 阶段 阶段完了以后呢 它的频谱 我又对它进行等间隔抽样 对它进行等间隔抽样 抽样完了以后造成10亿 又做出一眼头 那么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它是否会发生频率响应的混跌失真呢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求 这些参数的选择 要选择的合适 对于10亿收量 我们说要频率不发生混跌失真 按 那么必须满足一个 才抽样频率 FS要大于等于两倍信号最高频率 那么如果我信号的最高频率 已知FS FH已知 那么我选择一个合适的采样频率FS 使得 它总是大于两倍信号最高频率 或者呢 我把这个在采样之前 我的这个 采样器前面 加一个前置预律波器 把这个高于FH的这些高频分量 再以滤除 那么然后再对它进行抽样 以FS 抽样频率对它进行抽样 那么 保证这个 10亿离散 抽样以后 它的频率不发生频率混跌现象 频率混跌现象 那么因此 FS 的选择是一个问题 我们一般选呢 是选2到3 2.5到3倍 2到34倍 这样子的一个 采样频率 那么它频率也要采样 频率采样 它的采样间隔是F0 也叫频率分辨率 那么它和这个T0 是互为倒数的关系 这个T0呢 是信号的记录长度 啊 信号的记录长度 也是这个食欲信号 发生周期 延透的周期 啊 发生周期的周期 这个T0 那么这个是频率分辨率 这个频率分辨率 也是我们要设置的 当然了 我们要对这个频谱做频谱 信号做频谱分析 总是希望这个频率分辨率 足够的高 啊 足够的高 那么但是呢 这个频率分辨率和Fs 会引起冲突 啊 我们看 因为这个N 啊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得报过 这个N 它是等于T0除于T Fs 也等于Fs除于F0 对吧 这个是10亿的 P是10亿的采样间隔 这个T0是信号的记录长度 那么一个长度里头 它总共有N的采样间隔 那么就是N等于T 分子T0 那么Fs是平易的一个周期 啊 平易的一个周期 那么F0呢 是平易的采样间隔 那么一个周期的 总共有N的采样点 采样点 那么也就是Fs等于NF0 啊 因此呢 这个N 它要满 都是满足这样一个式子 那么这样子一个式子呢 就存在着这个 信号的最高频率FH 和这个分辨率之间 存在着一段矛盾 怎么样一段矛盾呢 我们来看一下 信号最高频率 与频率分辨率之间的矛盾 从这个公式来看 如果要增加信号最高频率 啊 就是说我要对这个信号 进行频谱分析 那么这个信号的最高频率 啊 如果说我要 这个信号最高频率比较大 那么我要选择一个采样频率 也要大 要大 起码要大于两倍信号最高频率 对吧 那么请信号采样频率增大 到N给定的时候 就N给定的时候 F0必然要增大 啊 因为Fs增大 F0必然要增大 那么F0增加 意味着分辨率下降 对吧 F0 F0是这个频率的这个采样间隔 那么越小 它频率分辨率 意味着频率分辨率越高 啊 那么也就是F0增加 那么频率分辨率就下降 那么也就是说 你要分析的这个信号 最高频率越高 我这个所能做到的这个频率分辨率 就越低 啊 就存在着矛盾 那么如果我要提高频率分辨率 啊 提高分辨率 也就是F0要小 F0要小的话 那么T0就大 因为T0和F0是互为大数的关系 T0大了 那么N给定的时候 F就 T就得大 啊 T就得大 那么T大了 F就得小 因为T和Fs是互为大数 对吧 Fs就得小 Fs就成为频率要小的话 那么它 要不产生混叠的话 Fs就 它所能处理的这个信号 最高频率就得小 啊 因为这个Fs要大于两倍信号 最高频率的时候 它才能不发生混叠 那么产量频率低的话 那么你所能处理的这个信号的 最高频率就得低 对吧 就是说 提高信号 去提高频率分辨率 那么你所能处理的这个信号 最高频率就低 这就是频率分辨率 和这个信号的最高频率 之间的矛盾 那么我要同时提高频率分辨率 和这个信号的最高频率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我只能增加采样点数 N 啊 我又要增高信号的最高频 信号的最高频率 又要增高 增高 提高这个频率分辨率 那么我只能提高采样点 啊 增加采样点数 但是呢 采样点数增加 必然导致计算量的增加 啊 因为N点的DFT嘛 那么这个DFT越算 它是跟N直接有关的 点数越大 它就运算量就越大 对吧 那么它的时间 运算时间就越大 越高越长 啊 那么 因此呢 这个N也是不能无限的增加的 好 这是信号最高频率 与频率分辨率之间的矛盾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信号的最高频率 它是怎么来确定呢 啊 如果这个信号 它的这个 我可以用数学表达式来描述它 那么这个频率确定起来非常容易 对吧 你既然能用数学表达式描述它了 那么这个频率肯定是确定下来 那么在很多信号 一个实际的信号 你只是在把这些模式的 这个信号的 这个它在模式时刻 它这个信号值 你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这个信号 它是一个 也许是没有规律的 啊 你记录下来只是一段波形 还有一些数据 那么你怎么来确定这个信号的最高频率呢 那么是根据 时域变化越快 那么高频分量越丰富 这样一点 我们用这个 就是比如说这么 那么这是一个记录下来的一个信号 它的波形 啊 就是使这个变化最快的相邻点的这个峰值和固点 啊 这个峰值和固点 之间 啊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半个周期 就信号的半个周期 啊 就这么一段时间 t0 我令它 我令它是二文字th 啊 就是信号的半个周期 啊 就这个 频率变化最快的 啊 就是变化速度最快的两个峰值 峰值和固点之间的这么一个距离 是半个周期 那么这样子呢 它的这个 最高频率 啊 周期的报数 那么它是2t0分之一 这样子来确定 那么或者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信号频谱啊 如果这个信号频谱 它是一个无限宽的一个频谱 那么你这个频率也不知道 那么这时候怎么来确定呢 我选取 在信号总能量98%左右的这个频带宽度 啊 这个FH呢 是信号的最高频率 啊 就是信号总能量 98%左右 一个频的宽度 啊 这个FH呢 是信号的最高频率 那么有了信号最高频率以后呢 你这个采样频率就可以确定 啊 采样频率就可以确定 那么这里呢 有个例题 啊 介绍一下 有一个平谱分析用的FFT处理器 它的抽样点数啊 必须是2的整数例 啊 假设没有采用任何的数据处理措施 以各条件 为 频率分辨率要小于等于10和资 信号最高频率要小于等于4千和资 那么 数确定以下参量 第一个 最小记录长度 T0 抽样点尖的最大时间尖格T 啊 也就是抽一的 才有才能尖格 啊 也就是 也就是最小抽样频率 那么在一个记录中 最少点数N 啊 这么一个题目 啊 它是一个 频谱分析 用了一个FFT处理器 我们是用DFT 来征服毕竟模拟信号的这个频 啊 频谱 对吧 那么DFT呢 我们实际上就 我们用下一张 讲会讲当的这个FFT运算 就是快速复理变化 来计算的 啊 那么 呃 它的抽样点数 FFT 这个计算呢 抽样点数 必须是2的整数次例 啊 那么以致条件 频率分辨率 告诉你就是F0指导 那么 信号最高频率 就是FH指导 那么让你求这个 最小记录长度 那么这个 最小记录长度 T0 它是和F0 跟 互为倒数 那么有了F0 这个T0就可以确定 那么还有采样点 接了最大时间间隔 最大时间间隔 它是采样频率的倒数 那么采样频率是什么呢 采样频率必须满足 两倍信号最高频率 那么信号最高频率知道了 那么两倍信号最高频率 乃乖是采样频率也知道了 那么这个也好求了 那么还有一个记录中 最小的点数N 那么这个点数N 它可以是 这个最小的记录长度 除以这个时间间隔 对吧 那么也可以是 FS FS也就是采样频率 除以频率分辨率 F0 那么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点 最小记录长度 T0 它要大一等于F0分之一 那么F0是10赫兹 因此呢 它是0.1秒 就是最小 这个信号 你最少要记录0.1秒 那么第二点 最大抽样间隔 也就是FS 要大于两倍FH 那么FS呢 是T分之一 那么也就是说 T要小于两倍FH分之一 那么FH是什么 4K赫兹 那么两倍4K赫兹分之一 因此呢 这个最大抽样间隔 是0.125毫秒 那么最小点数是多少点呢 就是N 最小记录点数 N可以是 FS除以F0 也可以是T0除以T 那么它要大于F0分之二 两倍FH 那么它是800点 对到800点 那最少要800点 那么因为这个 平补分析仪呢 我是用FFT 来对它进行计算 它必须要有 2的整数次密 那么你要选一个 大于800 那么同数呢 而且是2的整数次密的 这么一个点数 那么取这个 要N 要取等于2的整数次密 那么2的10次密的时候 是1024 因为2的9次密的时候 是512 那么只有取2的14密 1024 它是大于800的 也就是说N 我要取1024 这是它的采样点数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再来看一下 一个 第一章的这个第14题 这个作业题 我们曾经介绍过 第一章的最后一个 题的作业 就是有说有一个 这么一个调伏信号 然后就用DFT 做频谱分析 那么这个就是 对模拟信号 进行频谱分析 要求频率分辨率 频率啊 能分辨这个 所有的频率分量 那么然后 让你求 采样频率多少 采样时间间隔多少 这个同学们 已经做过了 那么第三题和第四题 我当时没有留给 同学们做作业 那么我们这里 来讲一讲 它采样点数 应该是多少点 如果呢 用这个FS等于 3000赫兹频 频率采样 采样数据为512点 做频谱分析 那么求这个XK 512点 然后呢 求它这个 FXK的负频特性 标注主要点做标志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采样频 这个是 这个信号 我首先把这个信号 把它展开 三角函数展开 展开成 三个信号的 三个信号的叠加 三个正弦信号的叠加 那么它的频率分别是 500赫兹 600赫兹 700赫兹 这个500赫兹的 这个信号 增加信号 它的是 幅度是二分之一 600赫兹的信号 它的幅度是一 700赫兹的信号 是二分之一 对吧 那么 抽样频率和抽样时间间隔 我们已经做过了 不再讲了 那么再来看它的 采样点数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我采样频率 这个采样频率是1400赫兹 对吧 那么这时候它的采样点数是 多少呢 我把这个 把这个序列求出来 把这个XN 把这个XN求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 1400赫兹的采样频率 求得了这个序列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序列呢 它是周期为14的一个周期序列 那么我对它进行频谱分析 那么记录信号 这个记录信号长度 那么至少要记录一个周期 因此呢 我最少的抽样点数应该是14点 或者呢 我们从频率分 就是说频率分辨率 这个角度出发 因为这个信号 它的频率分量分别是500赫兹 600赫兹 700赫兹 那么也就是说 它频率分辨率是100赫兹 就是它们中间间隔才100赫兹 就是说频率分辨率是100赫兹 那么100赫兹 它的这个时间 这个点数 这个n 它是fs除以qf0 fs除以qf0 那么1000赫兹除以100赫兹 是14点 因此的最小记录点数 n等于14 好 那么再来看 这个信号的具体的频谱分析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这个信号 这个是500赫兹的一个正选信号 它的幅度是0.52分之1 这个信号是600赫兹的那个频率分量 它的幅度是1 这个信号是700赫兹的那个频率分量 幅度是0.5 对吧 那么从这三个图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信号频率一个比一个高 这是700赫兹 这是600赫兹 这是500赫兹 那么好 然后三个信号给它叠加 形成的是这么一个信号 这样一个信号 三个信号的叠加 这样一个信号 它那是一个周期信号 一个连续时间周期信号 那么然后我以3000赫兹的采样频率 对它进行等间隔采样 3000赫兹采样频率 它的采样频率是3000赫兹 因为这个题目上给定了 对吧 用FOS等于3000赫兹采样频率 采样 采样数据是512点 对吧 3000赫兹的采样频率 那么采样时间间隔是3000分之一 那么总录是512点 那么这个信号记录长度是多少呢 是512乘上3000分之一 这个信号是记录长度 那么 然后对它做512点的DFT 我们来看 这个是以3000赫兹的采样频率 我对这个信号进行采样 然后呢 总共记录采了512点 总共点数是512点 因此呢 这个时间呢 就是512乘以3000分之一 总共这么长这么多时间 这个是T了 那么得到的这个是 理善的时间信号 好了 理善时间信号 我对它进行512点DFT运算 就这个信号 这个是我采样得到的512点 这个XN 那么我对它进行512点的DFT运算 得到的是XK 那么K呢 是从0到511 它的XK 那么这个 就是它的频谱 就是这个理善时间信号的频谱了 XK的 那么从这个XK 我看不太 看不 看不太明确 看不懂 如果说 那么我把它转换到实际信号 把它转换到实际信号 这个DFT它是512点的 那么也就是说 因为如果它 我们说DFT它隐含了周期限制 对吧 周期限制 那么把它看成是一个周期序列的一个周期 那么就是以512为周期 那么这个信号 它的 DFT进行FS等级的采样 就是模拟信号 以FS这样的采样频率 DFT进行等级的车压 那么它的频谱呢 是以FS为周期 发生周期延拓的 那么实际信号 我只要也只是0到FS FS等3000 对吧 那么一个周期内 它的频谱 把它展开来 那么 它DK的点 对应的是 哪个频率呢 因为这里是0到512 总共是N点 然后呢 N点DK的点 XK吗 这个比如说 这个是K 那么它的XK 是什么的值 那么这个K 它对应的实际频率 FS F是多少呢 就是实际频率是多少呢 我们通过这样的关系 因为模拟于频率 Omega 和数字 就数字于频率 和模拟于频率之间的关系 Omega 等于Omega 乘以T 这个是模拟于角频率 那么模拟于角频率 和这个实际频率F 之间的是2PiF的关系 那么这个采样间的T 它与采样频率FS 是互为大数的关系 那么这个Omega 它是可以这样来表示的 那么在 这个Omega 它又是 就是说这个XK 就是序列的DFT XK 就是序列的频率 XK XK是什么呢 是 序列的复列变化 在0到2Pi之间 的N点 等间隔采样 这个时候我们讲到DFT的时候 与序列的DFT 负列变化 序列的负列变化 以及与序列的J变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讲到序列的DFT N点DFT N点DFT 它是被序列的负列变化 就是X1G Omega X1G Omega Omega 从0到2Pi N点等间隔采样 那么 0到2Pi 0到2Pi 总共2Pi N点等间隔采样 N分之2Pi 那么 DK的采样点 那么乘上K 这个是Omega 或者呢 我们把它看成是 J变化 单位元上J变化的 N点等间隔采样 对吧 序列的DFT 可以把它看成是 在单位元上 这个序列的J变化 在单位元上 N点等间隔采样 那么这个单位元上 这个Omega 也是0到2Pi绕一圈 那么这个绕一圈 它N点等间隔采样 那么就是N分之2Pi 那么DK的采样点 就是乘一个K 那么又是Omega 它是N分之2Pi 乘以K 那么从这两个式子 我可以得到 这个F 它是Fs乘上K除以N 就是Fs乘上K除以N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里 这个是从 一个N一个周期 那么它其中 这个DK的点 它对应的这个F呢 是N分之K 乘上3000 乘上3000 是3000是这个平易的 一个周期 平易的 是继平易的周期 那么在这里最后 转换过来 它是500赫兹 600赫兹 700赫兹 是峰值 有三个峰值 那么因此呢 实际上就把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确实是500赫兹 600赫兹 700赫兹 这么三个频率分量的 正选信号叠加起来的 那么最后我频率 对方进行做频谱分析以后呢 很明显的 我就分析出来 它是有500赫兹 600赫兹 700赫兹 这样的频率分量叠加起来的 对吧 在11类 在这个信号 这个是它给加的信号 那么从这个信号 你能把这个信号的频率 是多少 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的 对吧 这个11这个信号 它是有多少频率 怎么样的频率分量的信号 就加起来 你看不出来的 那么你对方进行频谱分析以后 非常明显 500600 700赫兹 频率分量 这个就是信号的频率分量 利用DFT对模拟信号 做频率分析 好 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这个 好 再来看这个频率分析 利用DFT做频率分析的问题 刚才讲了 频率响应的混跌失增 以及参数的选择问题 接下来介绍频率泄露的问题 频率泄露的问题 因为我对这个信号 连续时间信号 对它进行等间的采压 对它进行等间的采压 然后呢 我对它进行截短 就是说 它的 因为这个长度 它是可以 本来这个信号 从副群到五群 无线延伸的 那么我对它进行采压 只采压0到N-1 这么N个点 那么对它这个 这个节短的过程呢 我可以把它看成是 这个 连续 这个离散时间信号 乘上一个超函数 乘上一个矩形 矩 矩形函数 就矩形序列 就是N点的矩形序列 那么 才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有限场序列 N点的有限场序列 就相当于对模拟信号 加上一个窗函数 就成一个窗函数 OmN 那么得到这个有限场序列 那么它的频谱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说 这个是 这个信 原来这个信号的频谱 原来信号的频谱 那么加窗函数以后呢 这个是窗函数的 它的 频谱 就是说这个OmN 它的频谱 是这样子一种形式 那么 80域两个序列的成绩 再停一两个序列的卷积 那么这个序列 这个谱 这个谱 频谱和这个频谱的卷积呢 会造成这样子 就是使得原来这个频谱呢 变宽 它原来这个宽度在这里 从这里为止 没有了 那么你这个宽度比它要宽了 就是它的频谱变宽 而且呢 拖尾 这里头 这里有失证 这里有拖尾 那么这个 由于加窗以后 它的频造成频谱 变宽 拖尾 就是频谱的扩散 扩散 这样呢 叫频谱泄漏 由于对十一级节短 使这个频谱变宽 拖尾 成为泄漏 成为泄漏 那么 你要对这个信号 对行解短的话 它必然要造成频谱泄漏 那么我怎么来改善 这种频谱泄漏呢 完全不可能 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 但是只能 我只能对它进行改善 怎么改善呢 一个 增加这个X3的长度 就是我把这个仓海 仓的长度增加 增加仓海数的长度 增加X3的长度 那么第二个呢 缓满 不要突然结短 就这里仓海数 不要是应该 突然的结短 结短的结短的形式 用缓慢结短的形式 就是不要加一个巨型窗 我加一个 鱼弦窗 或者是那种 就是缓慢变化的那种窗 就三角形的 鱼弦的 或者深鱼弦的 等等 那么 这种的仓海数 它的这个频谱 也是 有时有一个阻败 有很多旁败 但是呢 就是缓慢节短的那种窗 它的这个旁败的能量很小 那么 造成的这个频谱泄漏呢 就是这个 脱围啊 变宽啊 现象就可以改善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再来效应 DFT 它计算力三点 就是G平F0的整数倍出的频谱 对吧 因为我们DFT 它总是 有线长序列 N点的有线长序列 我对它进行DFT 计算得到的这个XK 仍然是一个N点的 有线长序列 对吧 那么 它是这个G平F0的整数倍出的频谱 啊 我是得到的 啊 那么也就是 也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对它 做完频谱以后 它仍然是这样子 离散了点 啊 那么这个两条谱线之间 啊 这个结果呢 是一个G平F0 就是频率分辨率 啊 这两条谱线之间的宽度 它是F0 啊 G平 那么 啊 那么把它 也是相当于就是 就是 很序列的G变化 在单位原下 等间隔采样 啊 等间隔采样 它的采样间隔呢 就是 这个 这个间隔呢 是N分之二排 啊 也就是Omega0 那么 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函数 啊 不是一个连续的函数 那么在这个采样 就是说 这个离散点上 我这个频谱啊 我是尽确的知道的 那么这个采样点之间的这个频谱呢 实际上我是不知道 啊 不知道的 那么这种现象呢 我们叫做站栏效应 就相当于通过一个站栏看风景一样 啊 只能在离散点上看到它的真实的这个情况 那么离散点之间呢 我们看不到啊 就是一个站栏效应 那么改善站栏效应的方法呢 就增加频率采样点 N 啊 也就是增加频率采样点N 那么就相当于在实域补零 20%更密 啊 因为 我这个 N点等级的采样 我把这个N 增大的话 是这个采样点数就更密了 或者呢 在这里零到二排 啊 零到二排之间 等级的采样 这个采样就变密了 那么N增加 N增加就是实域 啊 我只要补零 就可以了 我们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栏栏效应的演示 啊 就是实域补零以后 对这个DFT的变化 这是一个实域的序列 是一个R4N 就是一个负点的矩形序列 R4N这样一个序列 那么它的DFT呢 啊 这是XK 啊 这是它的负点DFT 大家看 这个R4N这个序列 它的负点DFT 它是什么呢 是 这个点是负 这是0 0 0 这样子的 啊 啊 这里 这里它这个 这个序列的 它的幅度是等于3 那么这里是12 啊 3 4 11 12 这里幅度是1的时候 这里应该是4 啊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序列 它的DFT 实际上我们在讲到 序列的DFT的时候 我们已经举过例子了 对于这个R4这个序列 它的8点DFT 我让朋友们给你朋友们讲的一个例子 是求它的8点DFT 再求它的16点DFT 对吧 那么我是通过先对这个序列的 它的这个负流变化 啊 就是一个 连续时间 连续频率函数 啊 这 它的这个负流变化的这个连续的一个频率函数 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函数求出来 对吧 那么然后我对它在0到2拍之间 等间的采样 8点等间的采样 得到的是8点DFT 16点等间的采样 得到的是16点DFT 我们来看它的8点 啊 就是补4个0 补4个0 那么这个序列的长度就是8点 对吧 那么它的8点等间的采样 就是这个是它的8点DFT 啊 8点DFT 那么再来看16点DFT 啊 就是补 补12个0点 啊 补12个0点的时候 这个是它的16点DFT 啊 16点DFT 那么在再补 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补的0点越多 它这个普线就越密 啊 普线越密 那么这个栅栏效应就得到得到改善 对吧 因为这个栅栅效应它产生的原因 是因为对这个频率 对这个频率抽样 对吧 对频率N点本间的抽样 那么实际上这条包落 就是这个包落 这个抽样点的这些这个包落 是这个序列它的DFT 不是DFT 是负列变化 这个序列的负列变化 它是一个连续频率函数 连续频率函数 这个这个包落 那么 对这样一个连续频率函数 我对它进行等间的采样 是这个序列的DFT 是DFT 那么你这个采样点又多的时候 那么这个谱线就越密 采样点又少呢 就谱线越稀 那么稀的 那么就是采样 保住它的这个栅栏效应 这个是它的栅栏效应 那么我们从这里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这个零点 增加这个零点可以改善它的这个栅栏效应 那么 是不是说因为你通过增加零点 你就可以把这个 嗯 改善这个栅栏效应 我是不是这个仓 这个就是这个序列 我原来是比如说是一个无线材栏 我加仓函数对它进行决断 那是不是我这个仓可以 不用那么长呢 我就说 呃 反正可以加零点 而来改善这个栅栏效应 呃 所以这个仓函数跟这个零点 呃 不能因为通过可以通过增加零点 啊 来改善 改善 呃 来这个减小这个仓函数的长度 啊 仓函数长度 啊 仓函数长度 因为它影响还可以影响到平补泄露问题 啊 那么这个呢 是再来效应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频率分辨率 啊 频率分辨率 频率分辨率 属信号记录长度的倒数 啊 就是说 一个信号 它的记录长度越长 那么 它的频率分辨率越高 啊 就是采样点 就是说信号记录长度越长 那么它的这个 呃 才N点越大 那么它的频率分辨率呢 越高 那 这个记录长度呢 是这个实际的真正的这个信号长度 而不是 呃 就是说你加了零点以后的这个长度 啊 这个通样点数呢 也是指 就是说这个 长度上 这个信号的信号的这个记录长度上的这个通样点数 啊 就是真正你去记录了这个N点 这个信号 信号的这个采样点 哈 就是说这个N越大 啊 也就意味着你这个信号记录的时间越长 那么你这个频率分辨率越好 啊 而不是像刚才为了改善赞栏效应一样 我把这个信号后面加强很多零支点 使得这个N真大 使得这个采样间 频率采样间隔便秘 使得这个普现便秘 啊 来改善这个 他的这个频率分辨率 不是的啊 他是要这个实际的这个信号的长度 啊 实际的信号长度 他这个普现便秘 啊 只能是改善赞栏效应 不能改善这个信号的这个实际频率分辨率 啊 那么提高频率分辨率的方法呢 只能是增加信号的实际记录长度 啊 实际记录长度 而普林呢 并不能提高频率分辨率 啊 普林并不能提高分辨率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这个 呃 你这个实际的记录长度是T0 啊 那么 呃 你比如说你记录了N N个点 啊 他的 这个频率分辨率 那么是 这个采样频率除以一个N 那么是这个频率分辨率 那么 然后你在后面加了很多0 啊 加了 比如说我刚才0 那么变成了N一匹 那么是不是这个频率分辨率等于N一匹分子Fs了呢 他不是的 啊 因为 这个 他是 就是说 这个N一匹 这些点里头 只有刚才的N这个点 他是这个实际的信号的这个采样点 而不是这个N一匹这个点 啊 后面都是0这点 是因为他实际的这个信号长度 啊 实际的这个信号长度 他是T0 啊 T0 那么 那么 那么捕铃 捕铃 它的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一个 刚才提到的 就是我们 可以改善它的栅栏效应 因为 使得这个 频谱 它的这个抽样更密 啊 就是说频谱 它的 对频频率的抽样 我可以 抽样更密 那么使得 呃 抽样点更多 那么它是谱线更密 从而呢 改善栅栏效应 还有呢 一个 刚才我们讲的 讲究竟那个例子的时候 就是 捕铃 数的这个N呢 它成为2的整数次密 啊 那么 整数次密以后呢 就方便FFT计算 啊 就是捕铃的好处 它只能是一个是 改善栅栏效应 还有一个是 就便于FFT计算 但是呢 它捕铃并不能 真正的提高频率分辨率 啊 要提高频率分辨率 只有增加信号 实际记录长度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 用利用DFT啊 来对这个模拟信号 进行频谱分析 啊 这么一个逼近的 一个近视逼近的过程 然后呢 把这个频谱分析过程当中 涉及的一些问题 它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 啊 它产生的原因 啊 比如说 啊 嗯 这个频谱泄漏啊 栅栏效应啊 还有这个频率分辨率啊 以及与这个 呃 信号最高频率 啊 所分析的这个 这个信号 频率之间的矛盾等等 把这些 呃 问题产生的原因 啊 那么 呃 以及呢 就是怎么来改善 这些问题 啊 等等 介绍了一下 好 那么这讲呢 就介绍到这里 没有 感谢观看